大家好,歡迎收看2024世界大賽特別節目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JR 那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三位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的好熊堡DCG的輔助Orca 大家好,我是DCG的Orca 好,那第二位是我們車長CFO的上路Driver 大家好,我是CFO的上路Driver 好,那第三位就是我們的好幫手,我們的道士 不是,專業賽評,老山 嗨,我是老山 OK,那世界賽馬上就要在9月25號開檔 然後PSG在第一天他們就會有出賽 最重要的我們可能還是要先來聊一下版本上面的變化 因為PCSG有載達的是14.15 但現在已經來到了14.18了 就三位覺得在經過了三個版本的改動當中 有沒有什麼比較明顯的變化 主要先講中路 就射手都基本上都退了啦 那法師就回歸了 然後再來是上路的話 藍寶有點不太能玩 然後鬥士回歸 怎麼說Driver有感覺到上路生態明顯變化 我覺得上路 現在的角色越來越接近那種鬥士複雜 法師和射手已經快從上路被趕出去了 對,因為太多的符文被砍了嘛 什麼瞬即步伐啊 然後那個黃色的回血啊 射手最喜歡那個符文 但現在已經被砍到一點難用了 變成鬥士會在上路變更強 像賈克斯有Buff嗎 然後納爾傑西有Buff 這幾隻我覺得會在下一個版本 是上路的T0的選擇 那下路主要我覺得 硬服應該會少一點 因為裝備都有改 然後好戰者也變超貴的 根本出不出來 然後應該是LULU那種 拉克斯凱特林打線的比較強 那這樣聽起來好像 下路會變成一個比較偏向是以打線為主的作為 因為我們從之前的季球賽 會覺得工具人他出的算是比較多一點 感覺T1那種凱特林拉克斯應該會蠻強的 有機會重出江湖 那接下來版本當中 最重要的一個點 就要來請問三位了 就是這個版本 對PSG是有利呢 還是比較不利一點 我覺得其實算有利 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 他們下路無敵的軟輔其實也玩的挺好的 我覺得 然後Maple的射手其實我覺得不是他擅長的 法師其實是他擅長的 上路的話阿茲我覺得不用擔心啦 他什麼都可以玩 阿茲長咧 這個你爸覺得這次有什麼發揮 我蠻冷頭的我這樣說的 阿茲雖然找一隻藍寶 但他還有凱能嘛 他還有無敵的嘛 他什麼都有射手那些的 他想玩還是有機會掏出來 然後他基本的那些納爾也是想玩就能玩的 然後Maple的話我覺得 他抓機會的能力很強嘛 但玩射手的話可能 反而缺少那些抓機會的能力 所以現在法師回歸的話 對Maple來說也是一個 我覺得不錯的改版 然後下路的話 Betty是那種很全能的AD嘛 他什麼都能玩 力多阿 兩位直接催一輪 認同嗎 Oka 郭卡你還是得看無敵的發揮啦 但他的卵斧 算PCS玩得非常好的人 我以為是差你一點 你好像是卵斧玩最頂的 我跟他學的 我都會跟他學 對 他的卵斧是那種來幹架的卵斧 不是來保的有沒有 那個不算卵斧 那個是進攻的 那個是來C的 對 OK那就看一下PSG這次的版本 在世界賽會有怎麼樣的一個發揮 對那這次世界賽其實還有蠻大的一個改動 在入圍賽的話 賽事其實算是變動蠻多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其實去年這個PSG 在入圍賽是跌了一跤嘛 那一跤還蠻重的 但是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因為 去年的入圍賽他是8取2 但今年的話變成是8取4 所以代表是我們只要連贏兩個BO3的話 就可以進入到正賽的環節 所以三位覺得PSG一定進擊吧 新潮歐開始一定進擊吧 100%進擊 100% 100%進擊吧 200%的信任 200%進擊 老三我要換個問吧 PSG很難進擊 蛤很難進擊嗎 怎麼突然變這樣 好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去年我真的100%肯定他們會進 絕對進 不知道什麼就倒了 那今年我覺得我不能那麼肯定 可能就稍微保留一下 有機會大概率會進吧 可能吧 還是有一些這個保留一些意外性 但當然其實我們這次對於PSG而言 都算是非常的期待 因為他們在聯賽內 還是維持一個載制的狀況 不過世界賽當然 就是會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情況發生 那我們還是要稍微來談一下 PSG在入圍賽他的一個優劣勢 那這裡的話 就要來請問一下Orca 因為你是在PCS所有的隊伍當中 唯一一隊有從PSG手上拿下大分的隊伍 那當時是用什麼樣的方法去擊敗PSG 打到他們的時候 D把通常都輸了 我感覺是因為他們想練陣容 然後二三把就開始玩 他們平常團練不玩的東西 然後我們的BP就做的會比他們的好 就比較扎實 然後我們就靠賽 對靠賽 沒有啦沒有啦 亂講亂講 選手發揮特別好的就會贏了 對 欸你們應該是有出一些奇招吧 而且我記得你們是很喜歡在前期一直去打架 那我覺得應該有打亂一下PSG的節奏 算是有吧 就其實我們現推了就去也去打架 就一直 一直越塔 對一直越塔 一直越 對那因為PSG他其實算是比較偏向 我覺得偏引運一點的風格 我覺得完全就是引運 尤其是其實 因為他們夠強啊 夠強的隊伍在賽區內就應該打引運就好 不會是去打一堆有的沒有的 對但我就在想說 這樣會不會可能碰上對方是亂打陣的情況下 會有一點不適應 或者是對方出一些奇招會有點難搞 嗯我覺得還好 還好不至於 那Driver咧 你說PSG的風格嗎 我覺得他們就是一個靠兵線來玩的 他們對兵線的敏感程度非常高 就是我如果上路有一波大波 我一定會用那波去越野 然後我可能下路有一波大波 我一定會去防守 他們就是進攻防守 排名抓得非常好 我覺得尤其是俊佳吧 他對於兵線的那個把控程度很好 所以他很知道什麼時候他可以做進攻 然後不需要他的時候他就埋頭刷 他也去規劃那些做得很好 不過打PSG最煩點就是 我覺得他們現在上半部的進攻有點太強了 就是你完全不會講跟他們在上半部碰起來 因為俊佳跟阿智他們的默契真是太好了 受害者 這裡有個受害者聯盟 就是跟他們打2不會贏 然後你不跟他們打2 你要被他們越塔也沒了折磨 然後只要阿智這個人很噁心 他會一直空線 然後你一打一不好解線 然後你就要打野 他打在俊佳的旁邊又解不了 你就覺得怎麼我都玩不了 然後這種是阿智選角選得很 怎麼犯嗎 怎麼就很 就覺得很煩 對 打PSG的時候真的是上路會帶痛苦面具 怎麼說 他都是也一樣 是 下路位也是帶痛苦面具嗎 沒有沒有 我跟他們打的時候其實 我不覺得很痛苦 你知道就是 我覺得我們下路可以跟他們五五開 打野他們其實都靠我們下路 就一直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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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一直越塔 但是我覺得這比較偏向是PSG他們在例行賽到肌肉賽的一個風格 基本上還是以中上野為主 所以下半部就要偏扛一下 我覺得我補充一下我自己看的法 我覺得他們只是做該做的事 但是有個重點他為什麼可以做這麼順利 因為在打線上沒有隊伍給他們壓力 所以他們可以一直去做他們想做的事情 當他們很順利的營運的時候對方就玩不了了 對 所以我覺得重點還是隊伍的實力有差距 所以讓他們玩得太舒服了 那PSG他們第一場比賽對手應該會是 來自巴西的代表Pain Gaming 這也算是一隻老隊伍了 對 那他們算是 我記得是時隔兩到三年再次回到了世界賽行列 那在PNG的陣容當中也是有雙韓圓 那就想問一下三位覺得 在第一場BO3就PSG打PNG有怎麼樣的看法 我覺得打外卡還是早早下班 然後就簡單就開打 我自己有去看PNG打那個他們關鍵戰的BO5 我只能說他們給我的感覺就很像是越南隊的感覺 他們真的很瘋 你看到就打起來 他們的理解跟我們平常在玩遊戲理解有點不太一樣 尤其是初裝方面 我就拿我看到來講 那個他們上路納爾達康蒂嘛 他第二件是買那個借工 你知道那個叫什麼 借工 零借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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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覺得這倒是怎麼理解啊 好帥的 然後他邊界一打一打把那個康蒂給越了 我覺得 這個理解上是蠻特別的 我覺得這個要非常注意 他們的遊戲理解跟我們平常遇到是不太一樣 然後最厲害的是他們打比賽的時候對不對 他可能他們下過現場 他們直接站起來 哇 就很high 對他們是選手直接站起來 然後開在那邊 這其實一直是巴西的風格 像我記得 尤其你的世界賽好像也是巴西的選手直接亮那個AD game 我覺得他們的熱情程度很可怕 所以我覺得不能輕忽啊 我覺得是不能被他們的氣勢 對他們的氣勢真的很強 所以不定會被他們一路狂追猛打都可能 還是要小心 阿老三咧 專業分析嗎 專業分析 阿這一隊喔 在我看來嗎 如果用我們賽區來比喻 我會把他比喻成DCG 但是是落化版的 因為他們的中路沒那麼強 中路比手進行落 所以他們是落化版的DCG 但是 以鑑於DCG 有贏過PSG這個場面上的話來說 我覺得PSG要小心點啦 雖然我看起來是只要穩穩打就會贏 就怕他們亂打 你剛才講我有影響 那個中路那個超容易送頭 他就走到一些超奇怪的送頭 我突然有影響 但我記得 我看了一下PNG他們的選角 他們倒不是說 選角有真的很特別 沒有很正常 他們比較像是你剛剛講的 就是出裝上面理解比較 他凱撒會買盧登 會贏加魔劍之類的 是叫非常規的出裝吧 那基本上我覺得可能三位都還是有一個共識 就是對方如果打得很high的時候 有機會被他們帶走 但基本上還是會覺得PSG算是蠻穩的 慢慢打超穩 超穩 超穩 對 那這一次其實在入圍賽的話 我覺得我們最大的假想敵 還是會放在歐洲的第三種子 也就是MDK的身上 這隊其實也蠻妙的 就是他們的夏季賽和夏季季後賽的戰績 蠻不好的 但是他們靠著最後的一個Season Final 是取得了最後一張LEC的資格 那三位對MDK這支隊伍 有什麼特別想要提點嗎 你有看他們的比賽嗎 他之前是May Lions 打野 我記得他們打野好像比較強 L優雅 對啊 經驗蠻多的世界賽經驗 我感覺就靠打野一個在打 你根本不懂他們 我只能說 我會說他們這隊 是靠他們的選角 尤其他們上路吧 他們上路的選角 我只能說超級幹的 你說耐德利上路是不是 他不只什麼 耐德利 庫奇 紫茅德 還有LULU 對對對 他們上路的選角會選的 就是我一定會把你獻給灌爆 然後他們是一個極度打散的隊伍 他們基本上下路有點偏放養 然後我上路選一個能把你抗爆 然後我打野把你上路直接灌爆的陣容 我有看他們比賽 他們基本上都以上路選角 優勢為優先 然後配合打野 是的 我覺得他們有點像PSG的風格 就是偏上半部的進攻吧 所以我蠻期待 PSG如果遇到他們 俊佳佳他自己打不打野 有優雅一下那個 我不會唸 你說他們那個 他們其實整隊的ID 我覺得都沒有到特別好唸 我只能說這兩隊打起來是真的很接近 很接近 我有別的看法 請說 我有研究 我真的有研究 研究的結論是今年的不如LCS 其實不過剛剛講的對 他們只靠上路 我看了一下 但是應該完全不是俊佳加阿智的對手 不是打不過 打不過真的打不過 真的打不過 你要去喔 沒有真的真的打過 今年真的不行 G2 G2看起來也不太行 我認同今年L17比L17還弱 你說今年是北美 NA大於EU的 從國就看出來了 就是Fanatic一直被TDK給俘虜 就是今年的L17 真的要強 今年北美很猛 真的很猛 好像有不同看法 但身為一個G2 我覺得G2應該也算是 北美歐洲最強吧 是啊 是歐洲最強阿 但也只有他強 但已經我覺得他們比往年弱很多了 但是必須要說 其實就是以PCS賽區 歷年去達到歐洲賽區的成績來講 好像都沒有想像中來的那麼好 而且通常都會有那麼幾隻角色 你在BO3或BO5的系列賽 就會覺得很難處理 然後你一定要把它BAN掉 那當你按掉的時候 你就會開出很多OP的角色 歐拉夫蓋哥 你說那個神娃 哈哈哈哈 沒事阿 這個沒啦 今年沒來阿 那個我忘了 那個我忘了 那一隊好像就是被MDK 雖然說沒有正面對決到 但MDK他們在順位上面是比BDS來的高 MDK就有魔咒會禁之類賽 只是MDK他們比過去可能參加世界賽 在入圍賽的成績 沒有想像中來的那麼好 但是像我記得他們的上路 輸出戰比是來到了28跑 蠻恐怖的 他有一把酷奇打快8萬 那個真的 我偶爾去看那把的回放 我只能說他團戰還有對線都打得很好 他很敢操作 這個要非常注意 對所以這一次的話我覺得MDK還是我們非常需要去留意的一個對手 那講完了PSG之後呢 接下來就要回到我們的PCS2號種子 也就是來自LJL的SHG SHG他們在入圍賽的第二天就要和GAM展開對決 那兩位的話對於越南賽區應該都蠻熟的 我感覺應該是團列蠻多次的對手 對團列很多次的對手 那覺得越南賽區實力怎麼樣 就比PSG弱一點 就GAM 如果以就是PCS的隊伍程度來比的話 大概是介於哪一隊和哪一隊自己 應該是斜波吧 我覺得應該是斜波 那你確定是弱一點呢 就 先要這樣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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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CFO嗎 就打好的CFO 就沒有車長的CFO 就3PFO 不要亂講 又在亂講 但是那以車長的角度呢 你知道GAM嗎 對啊 我覺得他們就是越南版本的PSG 我可以跟你分析啊 他們是靠誰在KRF KIAIA跟那個 冰掌 冰掌他們就是什麼 越南版的阿智加俊佳 Levi最會什麼 刷野 俊佳也最會刷野 然後KIAIA就是什麼 越南上路的爹啊 沒有人打過KIAIA在越南 就是跟PCS沒有人打過阿智一樣 真的是一模一樣 對我覺得他們風格真的是非常相近的 不過我覺得他們的差別就是 對他們中下都是新人嘛 對我覺得在經驗上面的話 還有國際賽 他們可能會緊張之類的 就打的比較那種 沒有我們PSG那麼老練 對這個是他們比較大的問題 但是他們上野是真的很強 可以跟PSG抗衡 我覺得車長剛剛講的很抽象 但是很對 對 我用一個方式講就是 他們如果說 用六邊型來講的話 他們就是跟PSG比 就是有一邊可以跟PSG平行 就是上野的部分 但是其他全部往下縮 對所以你可以把他想像成弱化版的PSG 但是PSG我們講到這支隊伍的話 都會覺得他們是一個比較偏向營運的體系 但是越南是不是都比較偏向 我覺得可能比較像DCG那種風格 就是一直打架一直打 但他們 只能說GNM他們就是傾向於上風部直接幹起來 他們就是超級強打上 以我自己團練 跟他們看比賽的角度 他們有在運營 只是他們的運營全部圍繞著打架去走 就爭奪一些 草叢之類的 跟你們一樣 對 跟你們一樣 但你們很像亂幹 對我們 野區幹了 就直接 那個665就直接衝進去 對啊 控制不了 你怎麼感覺比歐卡還要了解DCG 看很多樣的比賽了 我們連VP都知道怎麼做 就讓665 你只要拉卷自爆回不來了就好 我知道 OK 那SHG這次要對上的是GAM 不過越南聽起來就也還是蠻強力的 那三位覺得SHG 他們在對上GAM的這個系列賽當中 需要注意什麼特別的東西嗎 我覺得SHG的優點是 他們的協同性很強 他們就是 他們不會有尾路特別有 可能就是中路比較穩定 那麼說 他可以穩定的人 拿一點點優勢然後慢慢輻射 然後EVI的優點是什麼 他不怕被爆線 因為他就這樣被爆了 他也知道該怎麼去輻射隊友 幫隊友 所以他劣勢 反而不太重要 就剛好GAM是打傷的隊伍 反而EVI不用怕他們這樣打傷 也會發生什麼事 反而該注重的是 他們中野要怎麼去帶動結束 我覺得SHG很依賴中野的選角 他們中野很希望那種能進攻的選角 會好一點 尤其是邊線能動 像雅寧飛在這種 他們拿到這種英雄的話 他們的節奏我覺得會非常好 簡單來講 就還是有沒有拿到自己舒服的陣容 但是DCG應該也對SHG蠻瞭解的 畢竟你們跟他們是打滿無保 其實他們只要注意 不要跟我們打的時候 一直打架一直打架就好了 應該就可以贏了 你說 所以是正面拚團的硬實力 感覺是打不太贏 我覺得打不太贏 我覺得打不太贏 比較小團 我覺得主要在BP吧 我覺得他們只要中下路選的相對穩定跟中期相對強就好了 然後盡量去避免碰上路的小團戰 就那個蟲盡量不要去碰 避免輸了一個大的 然後圍繞在中下路打 尤其是圍繞在他們中路大跌 那個韓國大跌身上 你說Dash Dash真的很強 只要照顧好中路大跌 隨便虐 但我記得SHG他們的風格也是比較偏 中上野一點 然後Model會選好路接或近在下半部卡 那是因為他們上個版本下路就是工具人 但是世界賽不好說 然後他們主要是浮野中的連動很強 那我覺得他們只要鞏固好這個 然後上路剛剛車長有講 那個老扛啦 那個老扛寶啦 就好好扛 然後不要去上路引發什麼戰爭 讓那個對面上路肥起來 那扛不住了 就扛不住了 對 這會讓我想到就是 有一場SHG對上FAK的比賽 我記得AV好像選了加里歐吧 然後他是完全沒有在對線 沒有在支線 他竟然是爆線的你知道 他就是瘋狂之源 就把那種比賽搬回來了 他就是很會裝那種timing 就是有些不錯的TP演 或是該去蹲那裡 他這種timing抓得很好 那這一次的話 因為我們剛剛稍微分析了一輪 還是要請三位來預測一下 就是入圍賽的出現狀況 這一次是八取四嘛 我們先把PSG放一隊 所以接下來就是看哪三隊 有機會可以突入到接下來的瑞士 歐卡選好了 我覺得GA2還有NDK也會 再一隊就北美 北美感覺 100T 100T 對就是這四隊了 他車上來了 PSG一定進 這個NDK的話我覺得他們 理論上應該會進啊 對他們的實力還是有的 而且我蠻喜歡他們這隊伍的風格 蠻希望他們進的 然後接下來是我們日本好夥伴 SSG 我覺得這個版本 對他們來說利多 大丈夫です 大丈夫です 然後最後一隊的話 我會給GM 所以你的意思是 你覺得100T不會進 我有看100T的比賽 他們很容易就是 前面拿一些優勢 然後他們就亂送一隊 有些打一隊沒必要的團 然後或是團打得很爛 就送了 我覺得他們 這樣的話跟GM打起來 高距離會輸 MDK 我記得也是類似這種風格 他們的就是協調性 沒有到想中那麼好 但我覺得100T更爛 太粗暴了 太粗暴 我比較相信GM 然後團打的感覺比較好 有有有 老三咧 我覺得差不多 但是我覺得100T 我跟他持相反 我覺得100T比MDK強 我的看法 你覺得GM會進 對 我覺得應該是GM100T 然後還有一隊的話 可能是 MDK吧 然後最後是PSG GHG沒進 不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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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過分喔 日暴夥伴 其實我們在節目開錄之前 也有稍微小聊一下 就是 老三覺得說像 拉丁美洲嗎 其實 他有機會 其實他們有機會 他們是黑馬我覺得 R7嗎 對 他們 我看了一下 不要小瞧他們 每個操作都挺頂的 我看了一下他們 確實他們操作蠻好的 所以偶爾會 有幾個人 看起來玩得很怪以外 他們整體來說 他們團打的都還不錯 操作挺好的 所以這隊要注意一下 好 那我們入圍賽 在整體聊完之後呢 緊接著就要進入到 瑞士輪的階段 那我這裡要問一個 比較直接的問題了 PSG會八強嗎 有機會但不大 換你 相信 相信 相信我八了 Hashtag相信 相信阿智 相信阿智 阿老三呢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不可能八強 絕對不可能 不過瑞士輪當然是 強敵環式 而且我會提到這個點 主要是因為 我們可能會認為說 PCS的實力 跟北美是差不多 那可能北美在 稍微強一點點 但是像NRG他在去年的世界賽 以瑞士輪的角度而言 他們就是有挺進到八強 那 就也希望PSG能夠 就照著這樣子套路 一路的往前挺進 我們不需要靠這種套路 因為硬實力 硬實力 硬實力 就是強 就是強 不過第一輪的話 如果PSG順利進入到瑞士輪 他們會對到的對手就是 BLG 韓華 Flyquest 然後還有G2 其實都不是好打對手 聽起來先回家睡 打G2 打G2 直接突破輸我 打G2 打G2的機會 那我記得有一位 這個知名賽評 他在節目上有說過 PCS打G2 就是不可能贏 誰誰誰 是誰是誰 我知道是誰 是昨天輸的 昨天輸的 是 M486 不是 不是那個 是那個零負品的嗎 對對對 那個在小房間裡面 現在已經從小房間裡面出來 我覺得 說實話 我認為這個版本的 PSG 打G2 沒有說 真的贏不了 為什麼以前 我們會認為 PSG贏不了G2 就是因為 我們沒有上半部的 上半區的進攻選項 我們以前的上半部 就是來扛的 就是 不管誰上都一樣 可能 就選個扛地 然後 然後 就 瑞斯特嗎 咪咪彈馬 一個一個 喊出來都是 頂級坦克 上路前來掛著 但是 現在的阿智不一樣 他想要選怎麼進攻 他就能選 他已經進化了 我覺得 現在反而是 Blocken Blade的壓力很大 好緊張喔 Blocken Blade 你為什麼就選 歐拉夫啊 我直接掏個飯 把你設爛 阿智是有機會 下面阿智會出手啊 但是下半部 我記得 Orocar在賽前跟我聊的時候 對Betty還有Wudi 這個下路組合也 蠻有信心的 是蠻有信心的 但 他感覺大不了 對面的那個 你不相信Wudi加Betty Wudi可是FMVP阿 這個 現在的Wudi已經是 等一下 不是我認識你了 真的 以世界冠軍為目標的那個男人 那我就先相信他 OK 你一定要相信阿 你剛剛跟他說 你們跟他五五開 你不相信自己 是不是 我相信我自己 那就對阿 可以跟你五五開 那一定很強 嗯 接下來就要進入到下一個環節 就是 預測今年世界冠軍的環節 三位覺得 在今年眾多的隊伍當中 哪一支有機會可以脫穎而出呢 我覺得是 漢華LIFE 漢華 首先呢 以這個版本來講 芝卡 J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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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個角色什麼 賈克斯 納爾 這種英雄 傑西他也蠻喜歡玩的 這個版本全部 對多藍來說 也就是利多 以版本的角度 然後小小生 他什麼都能玩 但他最喜歡玩的是工具人 然後這個版本 基本上野河 不會說搶到哪裡去 然後 他的玩法就是 只要 然後小小生把 Viper 跟芝卡 養好 然後敵賴開團 贏了 他們只會冠軍 真的 他已經催爛了 可不然 我好像只能預設 韓華冠軍 他已經說服我了 我剛才 韓華唯一的問題是 你不知道今天 多藍吃什麼 多藍今天不發病 多藍直接 帶他們拿冠軍 你知道 你說只要穩穩發揮 其實韓華他們是能夠 多藍只要不要 突然中風 突然就是 會帶領他們拿冠軍 一定贏 不過剛其實聽一下版本 就是中路會比較偏向 開團 栗三卓 阿里 然後上半部偏向 鬥士的這些選項 好像對 還有一隊 還有一隊 蠻有優勢的 歐卡 是對飛殼來講 非常的有優勢 就射手完全沒了 飛殼感覺無敵了 鬥士感覺也大優 確實我也覺得 但我覺得世界冠軍 應該是眷居 這個絕對不可能 我也認為不可能 你每年都覺得是他 每年都沒有 OK我感覺你手要舉誰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我感覺丘比應該要證明自己了 這個時間 但我覺得版本不預計他證明自己 這個版本 就是 比較偏打架的版本 除非丘比又突然變回那個 一直支援的丘比 他支援也玩蠻好的 阿里真的玩得特別好 阿里那種 老闆 我覺得 你要突然轉一個版本有點難 因為我覺得丘比是那種 偏慢的版本 他反而玩得更好 我覺得射手版本 他反而會奪怪 你們倆等一下 先讓他說明 你太急阿 先讓他說明為什麼捐捐冠軍 沒有 只要丘比打了那麼多年 就缺一個冠軍 已經證明自己 完了 你這個完全沒有說服力 對 你講這種話 你怎麼不說 Faker已經4罐了 再拿一罐 但是 今年我覺得 就是在MSI 大家也看到了 丘比他確實是能夠在國際賽 打得非常的優秀 所以 所以說 太適合他好這個版本 就是 龍獸有沒有 哇選出來不知道什麼 你說MSI的時候 是 龍獸酷奇 就那種 就是 我跟你講他是什麼 他是頂級SSR UR的東山 就是他這個角色只要打線不輸 打團無敵的這個版本 就是丘比的版本 豪華版東山 對 但現在不是 現在改了 來一堆他剛剛講的 ZEKA版本 阿里 賽勒斯 這些拒絕打線 要支援 所以就 所以沒什麼說服力 這個你剛剛講的 我只能說 你的最有說服力 你覺得誰會冠軍 我本來也預測憨華 但是剛剛 仔細想了一下 突然覺得T1很有機會 因為上路鬥士 中路法師 完全都是 就是他們的版本阿 我這邊來大膽預測 T1在哪一關 喔 你說第五關 就在今年嗎 沒錯 主要是下路的版本 比較模糊 下路這個版本 到底是怎麼能出 我覺得是一個重點 下路 Mipe什麼都能玩阿 下路這個版本 什麼都能出阿 這個要問Oka 就是 覺得會是大C類型嗎 還是工具人類型 沒有我覺得看隊伍需要什麼 就玩什麼 那你聽到了嗎 有一隊 有一隊下路什麼都能玩的 喔 還好玩Live 你說那顆蛋 對對對那顆蛋 什麼都能玩 沒有 是viper viper連法師都能玩 viper也是真的 滿強的 我新的viper 不論玩什麼其實都駕馭的滿好的 那我們下一個要來討論的環節 我們剛好預測了世界冠軍 那覺得在這一次的世界賽當中 有可能的黑馬會是哪一隊 PSG 我認同 那還是我們就直接全票 PSG PSG 可以換一個嗎 不行不行不行 PSG 好好好你換了 你換了 我覺得DK就是滿有潛力 我覺得DK是一個很有潛力的隊伍 許秀 隊伍讓我不許秀 許秀的世界賽 我覺得 永遠可以相信 對 而且他們是什麼 很年輕的一個陣容 你知道 那個爆發力是很強的 然後Kinggan 那個世界賽會暴肿的男人 又來到世界賽了 就是 你說他那個大寶箭已經舉起來了 Kinggan的世界賽也是很可怕的 阿扼薩斯能玩嗎 不需要扼薩斯 我今天三個角色 是嗎 Kinggan好像需要扼薩斯 不需要 以我的看法 他玩什麼 只要是世界賽就是OP 他 重點關注一下 你們大家的印象都只有扼薩斯 我對他的那個 世界賽的印象是 他玩什麼都強 俄爾卡蜜爾酒桶 他玩什麼都強 所以 他怎麼LCK第三 你還不是世界賽 你還打陸圍賽有沒有 從陸圍賽幹到世界賽 好 時候會到 我真的覺得DK 有 甚至冠亞的潛力 這個 要非常注意 那我卡咧 我現在相信包哥 喔 跳投PSG 被你說服 可以阿 沒有黑馬 黑馬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大家都不看好 但是他跑出來了 那你那個DK不算阿 你看好DK嗎 我不看好 對阿 你說服我了 你看好DK嗎 我剛剛完全沒有人覺得DK有前世的可能性 我覺得DK有機會前世 我真的覺得他很強 我真的覺得DK有莫名的 看千韻是不是 也不用看千韻 他們就是 第一把打韓華 第二把打軍軍 暴總 暴總 我感覺你才是最暴總 真的阿 我覺得 說實在 Showmaker說不定這版本 也是他的版本 你知道嗎 法師版本阿 Showmaker樂不然玩得不錯 Showmaker最愛阿 欸我突然想到 就是我們聊了這麼久 好像沒什麼提到LPL隊伍 今年LPL 可能只有BLG 能打得過LCK的隊伍 其他隊伍的話 我覺得跟BLG的差距有點斷層式 差太多了 就比賽人來講的話 是的 D0啊 LCK還是比較多 就LPL 今年感覺沒戲 而且以這兩年的成績來講 我記得 LPL他們的第一種子 好像大概都是倒在四強的環境 那 今年BLG 有看一下他們的戰績 基本上在聯賽內 還是 無敵 統治的狀態 所以剛剛車長也特別提到 BLG是有機會可以跟LCK來抗衡一下 太適合BLG了 就這麼說 BLG的優點是什麼 他們三線打線無敵 理論上 他們只要一個 能一直跟著他們節奏打的打野 就是你不需要刷 你只要CASA 需要一個潤滑技 對 薰反而是有點一直在提速 但是有時候會提到太快 薰其實是偏野河的 對 但這個版本 我覺得他們反而更需要那個 他們需要一個CASA型打野 他們很需要威 然後TOPPO我覺得有個大問題就是 小奶油在下個版本 感覺他角色不夠 對他就是射手玩的特別好 尤其是什麼小炮 CUCI他都玩得非常好 但是下個版本這幾隻 全部沒的情況下 中路全部換了一個版本 那小奶油到底 版本適應的如何 是一個大問題 他的法師是堪憂啊 對 看過了 所以我覺得TOPPO有點 有點難 LNG現在有個大問題是 中路誰去還是我去 究竟是誰 還是中路哪位要報名 這個比較懸的一個狀態 如果是換那個男人的話 就有機會 哪個男人 LCK沙皇沒有 他玩的一半好 你說沙皇 沙皇這把好像被砍 被砍才好啊 如果不被砍的話 BANG會按到死啊 BANG就是因為沙皇被BURF 他連沙皇都選不到 被砍了反而 這角色被砍 我又覺得放出來 就OK秘密武器 對 如果這角色 因為這個人玩得太好 所以你要一直BANG 他反而是件壞事 因為我一定選不到 這個角色變弱一點 我反而選得到了 那反而是件好事 說實話 有時候要從另一個角度去思考 好 那我們剛剛其實分析了那麼多 有稍微提到了世界冠軍 然後還有有可能的黑馬 那如果以這次世界賽 前五名的排名的話 三位會怎麼排呢 第一名 感覺要先給歐卡 都被你說服了 第一名肯定是 我的最強中路邱比 選舉 對選舉 第二名可能應該是韓華 然後T1感覺有戲 第三名 LCK制霸 對 LCK制霸 那第四咧 BLG吧 第五名 我覺得到四強好了 我覺得四強算是一個比較 就是 差不多 又到四強 不用第五名 不然第五名我就排PSG了 我也排PSG OK 那要第五名 第五名PSG OK完美 換你的這張 第一名我已經說了嘛 就職能這漢華LIFE 太強了 沒有任何的缺點 除了兜蘭會發病之外 然後第二個就是 BLG 我覺得整體版本還是 蠻適合他們的 奈特 玩那種帶節奏的 也是非常強 或者那麼做 他的賽勒斯跟阿里 樂阪也是他的絕火 然後第三名 給劍基吧 他們的基本功還是很扎實的 以BOWER的角度 他們還是很難被突破的 角度詞還是蠻全面的 King什麼都能玩 球比 玩什麼都不會到差 就只是 爽跟更爽的差別 這個版本 他可能就是 頂多到爽 沒有到更爽 NSI是什麼 太爽了 現在只有到爽而已 確實 對 Kennyong 玩什麼都不會到爛 他也是爽 他超爽的分級 Kennyong也是 我覺得這個版本就爽 Page跟Lehands 應該算是什麼都能玩 他們就是一個 感覺玩什麼都可以 反正他們打到後期 他們團就是會贏 就是六邊形戰次 他們團太穩定了 所以我覺得 劍基還是會排到第三 第四名就給 T1好了 因為 T1 鏡頭世界賽以來沒有一次 沒有第四名過 確實 只要一進世界賽 他們就是前次 保底前次 所以你只能給T1 對 不然我要給TK的 TK一定有第五 這個不管在聯賽內打怎麼樣 只要來到世界賽T1 它那個超級賽亞人模式 直接開啟 一定前次 這是鐵綠 我排嗎 我都說T1會冠軍的 但是我現在我覺得要照 開打前的 大家的狀況來排的話 我排的第一名應該是韓華 對 第二名的話我會排 Ging 第三名是BLG 然後第四名的話 我覺得很難排 都差不多 硬要排應該是DK 有啊 剛剛其實 但是你根本不是說不看好嗎 因為世界賽就是 就是什麼都強啊 總共起來8強啊 確實啊 好 那當然這一次的世界賽會有 怎麼樣的一個故事呢 就是9月25號開始再見分享 那當然在節目的尾聲 我們還是要給 PSG還有SHG 來自PCS的養殖代表 一個祝福 那這個地方就從我先開始好了 因為今年剛好也是PCS的一個 畢業典禮 那我其實在最一開始入行的時候呢 是LMS的畢業典禮的時候入行 然後很剛好的是 那時候也是在歐洲進行世界賽 那個時候是哭著送 LMS的最後一層 那只希望在PCS的畢業典禮呢 能給我們一個最好的結果 PCS加油 好 這邊祝福PH的無敵 可以好好玩 玩得非常厲害 當上了世界冠軍 只要PH有輔助的話 一定可以贏的 水水水 OK 想到 想到 就希望 PSG跟HSG能從我們身上積取養分嘛 然後 帶著這些經驗 一路過關斬將 拿到世界冠軍 有 5年計畫 太神啦 不然你好好講話 我覺得SHG加油 今年有機會 PSG的話 今年我是跟你說 絕對不可能 不可能8強 想多了啦 絕對不可能 16強可以想一下 最後想問一下 你今年會不會哭 看情況 看情況 如果8強的話 直接哭 好 那我們這一次的世界賽賽前預測節目 在這裡告一個動作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就是9月25號世界賽再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